再给我二分钟 我们把它初恋聊出来 四川省歌舞团 不找大肠腿 我们到团小食堂看一看 这是个歌舞团的小区 住宅区 饭店应该在这里边 二单元 我最喜欢这个家庭小饭店 两个人吃饭 大姐 吃饭 有 大姐我们点几个菜吃饭 干烧鱼来一个 干烧鱼没有了 都卖完了这会儿 还不卖完 中国卖到这儿 猪蹄来一个 凉面来一个 现在是有什么吃手的 不能点菜了 一个青蛙炒个牛肉呗 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来个姜丝牛肉吧 半个蹄花 你两个人的嘛 我长身体 我天天饿的 一顿等不上一顿 真的呀 你已经四个菜了 有碗 有牛肉 有凉面 有蹄花 不够再点 凉面是主食又不是菜 大哥在里面刷饭 你们俩切切配配 我是她姐 她们俩是夫妻 大哥在里边给你们炒菜 大哥打扰一下 我们看看 很干净 干净非常重要 这边有四个小桌子 这边有两个小桌子 这是个三十一厅 对对对 你好你好 谢谢 不要拍点 一看都是机关单位的 不能拍 你一看一脸正气 哈哈哈 画了妆了也不扯 不扯 这个桑胜酒 跟这柠檬酒 一样一两好吧 可以 用桑胜泡 一看自己泡的 金菊柠檬酒 尝尝 真子饭 蒸酒 原来是歌舞剧团是吧 是啊 那就跳舞不得了 现在广东舞要跳了 没空跳 累死了 这个桑胜酒 金菊柠檬酒 尝一尝 特色 第一个 拌猪蹄 38块 真的这菜是抢的 这会儿才几点 到6点40多了 车好难开 开船开船 左右后锅自己进自己杯 我们摄影师不喝酒 甜甜的 猪蹄啊 它这个韧性比较足 关键这个红油拌的香 到了四川的红油就不一样了 来 牛肉来吧 嗯 又找又找 姜丝炒牛肉 青红椒炒 这份多少钱 30 30 便宜 便宜 牛肉30块钱 这个菜 拌到米饭上 拌到凉面上 我觉得姜丝跟牛肉有点绝片嘛 这个凉面就10块钱吧 你还不让我多点菜呢 都不给我吃的 我怕你吃不完 牛肉30块钱 这个真便宜 再给我二十分钟 我们把它初恋聊出来 信不信 你快吃鱼吗 你应该造什么吗 10块钱凉面 我先拌一拌 摄影师先吃 摄影师太饿了 哦 四川的凉面 10块钱一份 底下花生米 黄花生 这是个凉菜 私下的全体 好 鸡丝凉面 没放鸡丝 嗯 很甜 这多少钱 这个88 这么大份 便宜吗 嗯 这个店算比较贵的菜了 88 紫姜牛蛙 烧得多漂亮 这外面不要一百多瓦 紫姜蛙 不是零蛙 二管的泡椒 姜丝 红油的味 这瓦都嫩 你们家菜的特点是什么 不是社会饭店 就口味没有那么重 完全是家庭版的川菜 这一点跟其他外面饭店区别就特别大了 这吃的最后是一种精情 对 等我给你打满 是吧 是 吃这个味道吧 对 煎姜肥肠 肥肠 肥肠好像也很便宜 他们家肥肠才多少钱 18 这个肥肠才38 我的天哪 这个肥肠才38块钱 就随便一个小饭店卖58 68 就算便宜了 他们家38 外皮炸得焦香 吃得流眼泪 为什么说能吃出那种温情 就这家它不是一个商业馆子 它不是大排档 不是商业饭店 它的调味 那个味 只调到三分之二 甚至一半 就像你们家大姨妈跟大姨父家吃饭一样 它不是用那种强烈刺激的味道去 让你回头 还是让你那种味道在 就像一个长辈在你孩童的时候 把你指到半空 阳光通过吃到那眼上 那种温暖跟温馨 所以说 对他们家这个菜的评价 如果是用饭店跟它去对比 我觉得不合适 比不了 恰巧合适 这是家的味道 这个不是山青 这个菜必须搞完米饭 这种肚子汤 还有一种肚子汤 哇就想吃这个 哪个肉 没办 大姐说我们吃不掉 看看我们 全空 230 小看我们 光盘 一点都不辣 过瘾过瘾 中午人会多一点 是吧 差不多一家人忙到八点钟结束了 中午人会多 晚上的菜就差不多快结束了